特朗普竞选团队5号称 内华达州人口集中的克拉克县 存在投票违规的行为 但特朗普竞选团队当天 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此前一天 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 在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佐治亚州提起诉讼 称部分地区存在不合法行为 并要求终止计票或重新计票 不过密歇根州和佐治亚州的地方法官5号 已经驳毁了特朗普竞选团队提起的诉讼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司法部4号早些时候 通过电子邮件通告联邦检察官 称司法部将派遣配备武装的联邦执法人员 到各地的计票点 调查可能存在的不合法行为 美国法律规定 联邦政府被禁止在选举日 向投票站派驻配备武装的执法人员 然而美国司法部解释称 联邦政府有权在选举日后 随时派遣配备武装的执法人员 前往投票站和计票点 对此有专家表示担忧 称这一做法可能会对大选计票过程 造成威胁或干扰 另外根据美国当地媒体5号的报道 出于安全考虑 美国亚利桑那州 马里科帕县的计票中心大楼 已经对外界关闭了 据现场的多名记者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聚集在计票中心的大楼外 其中很多人持有枪支等武器 不过当地的计票中心表示 工作人员将会继续计票工作 并将按照计划公布结果 目前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计票结果 尚未出炉 我们下期再见